水晶拉警报新竹县内的两座水库蓄水量屡创历史新低 其中宝山水库的河床边还露出了早年明宅的遗迹 水公司也担心三月份春雨不如预期已经调度了备原管线 每天从十分水库调来二十万吨的水 希望帮水库暂时解渴 全台水晶吃景位在新竹的宝山水库赶可见底 在看向一旁河床不止土壤均裂 早年明宅遗迹还因此重见天日 那目前宝山跟宝二水库的总共加起来蓄水量 大概只剩下五百万吨 像昨天进水量大概只有四万吨上下 但是一天供出去的水大概要二十万吨 新竹县内两座水库蓄水量天天创历史新低 就怕三月春雨水量不如预期水晴亮起红灯 水公司除了提前演练多项吊水措施 目前也每天从十门水库调度二十万吨水供新竹居民使用 而同样深受缺水之苦还有这 我们水压一直上不来啊 这两前两天都缺水停水啦 不方便喔 尤其像那个美山河那边来的水都是污水啦 琼林乡民抱怨连连 因为自然水管线漏水进行抢修 导致乡内部分地区减压停水生活相当不便 对此水公司将从宝山水库新增支援管线连到琼林 预计四月底完工后供水就能趋于稳定 就在此呼吁我们的所有的用户能够节约用水 大家一起共体时间共度这一次的缺水的危机 天不降甘霖水公司祭出权宜之际为水库暂时解渴 借许之谦新竹报道